早前有警員在直播鏡頭前展示立場新聞記者的身份證資料 公署指攝氏者是警員,沒有豁免 公署有理據主動調查,不是選擇性執法 譚曉彤報道 去年内地記者在機場被傳媒公開個人資料 因為新聞活動有豁免,私隱專員公署無權主動調查 到上個月,一個警員在直播鏡頭面前 展示立場新聞記者的證件和身份證約40秒 王繼儀說主動調查是因為情況不同 警方都承認這是一名警員 如果這是一個警員的話,很難說他是在做一些新聞活動 如果他不是在做新聞活動的話 在條例上,就是沒有豁免到我可以行使主動調查的權力 王繼儀早前收到公眾人士的信 批評他在這件事上,選擇性地打壓警方,黃道入骨 公署發布王繼儀的回覆,重新主動調查是職責所在 事業由批評,說他不檢控起帶的人是姑息養姦 王繼儀說他沒有刑事調查權和檢控權 只可以將案件交給警方的網罪科進行刑事調查 到現在已轉交了1400宗的個案 當中四成都涉及警務人員和家屬 有線電視記者,譚曉桃報道